今年4月 中国施压多家国际航空公司 包括英国航空在内等44家 要求网站上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 并要求更改台湾名称 对于中国的行为 干涉国际企业营运自由 是否会影响英国政府政策 又该如何因应 两名英国议员提出书面质询 英国采取相关措施了吗 有没有和理念相近的国家 共同反制中国呢 英国前国际贸易部 贸易投资部长韩思 4月在任期间也曾在推特推文 表明英国政府对台湾名称的立场 并指出英国航空的台湾中国名称 令人疑惑 英国国会友才小组 也曾于5月共同致函给银行 表达不满 英国外交部副部长费尔德 11日书面答复 他表示 私人航空公司或组织 应该具有自行决定 如何称呼旅游目的地的自由 英国公司不因政治压力所迫 而做出改变 他更强调 外交部官员已针对更名事件 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 同时指出 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 并没有改变 英国政府向来就以台湾来称呼 如果有任何国家领土列表 则会依旧将台湾列入其中 英国政府公开表达反对立场 不畏惧中国施压 反而是要防止中国 以其他方式 将本身政治意识形态 加诸于国际企业之中 新闻时事报记者顺序 整理报道